好 換Po啦 我要先抽這個 好 餅乾 我把昨天雷的都先抽掉 餅乾 我第一次用餅乾來挑戰做壽司 餅乾非常容易脆掉 所以呢在做握壽司的時候 要非常的小心 絕對不能讓餅乾破掉 這個力道齁 必須要有實力以上的經驗才做得出來 完成 吃囉 其實這個餅乾配飯 我覺得還可以耶 因為這個餅乾味道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其實都是它的味道 這是什麼 甜不辣 甜不辣壽司 現在我 Po啦的甜不辣壽司 Po啦醬妳的飯要不要多一點 不用齁 好 那我幫妳多加一點齁 好用 Po啦醬的甜不辣壽司 好用 我要吃這個甜不辣 比較正常 好來吧 其實甜不辣的還蠻好吃的 因為甜不辣本來就是鹹的 它很適合配飯 我覺得還不錯耶 那我最後一個就是在滲水的那一個 它真的 喔 酪梨 好想吃喔 酪梨寶寶 Po啦醬的酪梨 其實酪梨這個齁 大部分都是做成軍艦 所以我們把它切碎 煮水 再加上酪梨 咦 要這樣子撒 才能顯現出大家的美味 酪梨軍艦 我吃酪梨軍艦 對 配這個酪梨其實不會很難吃耶 我覺得沒有錯 那邊是不是還有一個 好 我要這一個 涼涼的 涼涼涼涼涼涼 薄荷糖壽司 我們先來看薄荷糖的材料是怎樣 這個我突然想要做成沃壽司的方式 應該很有趣 先捏一個沃壽司的樣子 再將薄荷糖塞在上面 把它捏成沃壽司的樣子 OK 藍色鮭魚卵壽司 完成 Thank you 偷啦 我們是薄荷糖 喔 我才直接撕掉欸 欸 欸 好辣喔 很辣喔 很涼欸 過河糖很涼欸 這個破檔非常涼 大家可以 如果需要醒腦的可以去買這一排破檔 就是 XX 好啦 目前 你看 哈哈哈哈 我那麼嚇死 好涼喔 而且 妳還沒辦法咬到那個脆糖你知道嗎 妳得先把飯撒掉 然後再吃這個 然後她就一直在妳那邊 三八兩次 而且 而且 酷酷的欸 為什麼 酷酷的 通常 通常我們只吃 通常我們只吃一顆 妳家吃了幾顆 三四顆 一顆 難怪會那麼行 真的 來吃料啦 好不好 好 大家如果想要 看這個十二道料理 妳最想要吃哪一個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好不好 妳最想要嘗試 對 最想要嘗試 薄荷糖 我說讚 呵呵呵 好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下面幫我們點一千個讚 我們就繼續拍喔 然後記得幫我們 訂閱 分享 太囊 那吃貨版我們先再見囉 掰